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生活的态度不应该只是打扮成一个美人 更应该活成一个美人 可以说 唐英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却偏偏靠才华 她优雅了一辈子 收获了骨子里的高贵与点养 明慧因是那个时代比较有名的文学作家 极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神 她的一生至今备受瞩目 辅于自带光环的女子 可以说 林慧因如同漫步在人间的四月天 以最完美的传奇形象 永远定格在历史的天空 陆小曼 民国富家千金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却偏偏靠才华 精通英法良语 书画一流 还是万交翻译管 她丝毫不逊色于林慧因 可以说 陆小曼是一位娇媚的名人 在学智魔的眼中她是一块谱 在王庚的眼里她是美艳的夫人 在翁瑞武的眼中她就是精彩绝伦的女人 令人难以忘怀 宋美玲 民国时期最耀眼 最有权力的女人 她多才多艺 兴趣广泛 涉足音乐 万语 宗教 体育 美术等多个领域 最主要的是 宋美玲天生丽质 连英国首相邱吉尔也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 宋美玲是她在世上最欣赏的少数女性之一 蒋介石也对其一见倾心 可见其魅力 著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完全归处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